远山香农会为了扩大芋头的栽种面积以及提升品质 首度举办檳榔新芋的品质评鉴会 总共有25位的芋农来参加 现场也展示由陈坤造种出的超大檳榔新芋 长得比一般的小朋友头还要大 桌上买满一整排的芋头 全部都是要参加远山香农会所举办的檳榔新芋品质评鉴会 总共有25位芋农参加 而评审委员从外观、重量跟病虫爱等标准来进行评分 希望可以选出今年最优质的檳榔新芋 让大家知道圆山的芋头真的非常好吃 我们一专门会就是说 富城地、大湾专层是一个富山、富水的地方 所以说芋芋这个东西 最后来说芋芋芋本身是很需要水的东西 所以这次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品质和竞争力 所以我们直接办芋芋芋的品质比赛 这些我们的荣苑和一般的辈子都了解说 芋芋是什么样的芋芋芋就漂亮 其实我们现在在大厅一眼就可以看清楚说 到底漂亮在哪里 除了进行品质评鉴以外 现场也展示由陈坤造所种出的超大冰榔新芋 不仅比一般小朋友的头还要大 重量还高出一般冰榔新芋一倍以上 陈坤造表示这是他第一次种冰榔新芋 没想到会长这么大 我不知道啊 由于今天的冰榔新芋品质平线会 是原山香农会首度举办 竞争可说相当激烈 而经过层层的评选后 最后是由潘朝明拿下了特等奖 也获得一万元奖金跟奖牌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不等